漆黑的楼梯口放着一辆奇怪的婴儿车 里面隐约传出婴儿的啼哭 路过的胖沈低下头看去 胖沈还站在原地 感觉到有人拍了拍她的肩膀 她回头一看 背后空无一人 胖沈疑惑地转回头 面前的阿飘推着婴儿车走廊 而胖沈则被吓破了胆 刚买的东西都顾不上解 慌慌张张地跑下楼梯 而阿飘又像没事人一样 推着婴儿车在走廊里闲逛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阿飘原名小美 不久之前 她还只是个充满朝气的中学生 但就在入学的第一天 小美遇见了一个改变 她整个人生的男孩小帅 两人迅速赘述爱河 一起上学一起吃饭 一起在小美租的房子里学习 但就像所有狗血苦情剧一样 小帅的母亲不同意两人在一起 甚至逼小帅直接辍学出国 小美伤心不已 只能回家寻求母亲的安慰 哪知小帅刚走没多久 小美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母亲又气又无奈 独自养大一个孩子实在太过艰难 小美不得不听从母亲的安排 去非法小诊所堕胎 小诊所开在小巷之中 环境又脏又乱 手术设备也无比简陋 而小美就在这样的担心害怕中 躺上手术台 却再也没能从台上下来 做手术的非法大夫直接逃了 母亲抱着小美的尸体 心中只剩下悔恨 也是从那天开始 小美变成了阿飘 她徘徊在和小帅一起待过的出租屋里 母亲想要帮她收拾行李 却被她无情地吓走 随后房东成了第二个遭殃的人 深夜房东数着房租睡着了 到了凌晨两点时 她突然被一阵电视声吵醒 房东没太在意地拿起遥控器 很快电视又响了起来 房东有些不耐烦了 房东僵硬地转头看去 身后并没有人 房东咬着牙再次举起遥控器 房东清醒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拨通小美母亲的电话 把昨晚的事情告诉她 为了让女儿的魂魄能够安宁 母亲找来了一个灵媒 试图指引小美的鬼魂回家 可已经变成阿飘的小美 又怎么可能那么听话 这家阴气森森的小诊所里有个阿飘 灵媒大不流行地走进了手术室 立即看出阿飘就在这里 果然 手术室里的东西开始震动起来 椅子也不由自主地移动 灵媒念了几句咒语 阿飘的尸体随即出现 随着阿飘的发怒 灵媒有些怕了 她一步步退到角落 就见阿飘举起了手 手术室发生暴乱 桌椅朝着灵媒撞了过来 灵媒赶紧逃命 遇见小美的母亲 也只来得及说一句 灵媒就这样走了 小美的母亲 也只能不再管小美的事情 也是从那天开始 公寓里传出了小美变成阿飘的传闻 只要一到深夜 最好都不要出门 可帽子书不信邪 她非要半夜去买吃的 结果一上电梯 小美就抱着孩子出现在她的身后 帽子书喝多了 竟然主动找小美说话 还不断用手指头逗弄小美怀里的孩子 于是被孩子一口咬伤了手指 连滚带爬地逃出了电梯 租客们被小美吓得受不了了 只能来找房东算账 房东只好找了一个驱魔大师 让她来降服小美 大师带着自己的徒弟走进公寓 在走廊上看到了一辆婴儿车 大师也不多话 让自己的徒弟先去踩踩坑 徒弟苦着一张脸 却不敢不听大师的话 结果他走近一看 发现婴儿车里只有一个可爱的婴儿 徒弟松了口气 连忙抱起了婴儿 大师却一眼看出端倪 徒弟转头一看 尖叫着扔掉了手里的鬼鹰 大师顺着鬼鹰逃走的方向 追到小美的租房 小美在这里恭候多时 身后的门碰进锅上 大师却并不在意 而是念着咒语和小美斗了起来 大师的拐杖被小美推到一边 大师想拔出里面的刀 却根本使不上力 很快拐杖直接被打飞 大师随即双掌合并念起咒语 小美一声尖笑 大师的手就跟着不断颤抖 徒弟早就被吓跑了 而大师却也没坚持几秒 就被小美甩出了房间 像受星的兔子一样跑了 就在公寓的租客 跑得只剩下几个的时候 小帅竟然回来了 他放不下小美 于是偷偷找到机会回国 来到熟悉的公寓 小帅打开房门 就看到小美抱着孩子 在屋里等着他 小帅非常高兴 俩然有说有笑 好像又回到了之前 可当小帅想要带小美出门的时候 小美却表现出了强烈的抗拒 小帅有些疑惑 却并没有强求 小帅回来后 小美就再也没有出来惹事了 大家都很高兴 我有租客中的小美觉得 应该让小帅知道真相 他大声告诉所有人 小美的作死言论 很快就引来了小美的亲切问候 漆黑的走廊上 阿飘出现在小敏的身后 小敏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他缓缓转头 身后并没有人 结果灯光暗下 阿飘就站在了小敏面前 小敏吓得腿软 闭上眼睛不敢看面前的阿飘 最后鼓起勇气跑进了房间 转身连忙把门关上 小敏刚松了口气 门外的阿飘就开始光光砸门 也不知过了多久 门外终于没了动静 小敏这才彻底放下心 可他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态度 小美在网上找到了一个驱魔高僧 与其他租客商量了一番后 和房东一起来到高僧的住所 请高僧出手降服小美 与此同时 小帅找到母亲 表示自己想要娶小美为妻 母亲却觉得她疯了 所有人都知道小美已经死了 唯有小帅还蒙在鼓里 小帅虽然不肯相信母亲的话 却仍旧产生了怀疑 他拿起手机 准备给宝宝拍张照片 下一秒 小帅若无其事地捡起了地上的手机 仍旧和小美幸福地经营着自己的小家 可是这样的幸福并没有维持多久 因为高僧已经跟着房东和小美来到了公寓 高僧不愧是高僧 一眼就看出小美所在的楼层 可是小美意志坚定 很难被说服 于是高僧临走之前 告诉所有人 随后高僧一个人走进了公寓 而小美也预感到了高僧的来临 他让小帅抱着宝宝去楼顶玩 自己则留下来和高僧过招 然而这一次的高僧和上次的法师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等高僧走到小美所在的楼层时 小美先施了一道障眼法 打开其他房间的门 高僧不为所动 小美随后又操控所有门不断开河 干扰高僧的判断 高僧仍旧淡定 从包里拿出法器 默念几句后一摆 所有门都安静了 唯有小美的房门缓缓打开 高僧走了进去 看到了面目猙獰的小美 小美又尖叫着冲了回来 被高僧挂在了半空 很快小美就失去了战力 高僧不慌不忙的拿出白线 捆住了小美的头和双手 就在高僧拿出小刀准备彻底了结小美时 小帅回来了 高僧并没有急着动手 而是让小帅好好想想 看清楚真相 按照高僧的指点 小帅双掌合并默念两句 小妹最美小妹最棒 随后终于想起被自己遗忘的记忆 当时他用手机拍宝宝的照片 被吓到之后跑了 可他很快又想起了 自己和小美的点点滴滴 他承诺过 这一刻爱战胜了恐惧 小帅最终决定回到小美身边 只是他刚转身 一辆小货车就撞到了他身上 小帅也死了 他的灵魂回到出租房内 和小美寄予幸福的生活 想起了这一切 小帅抱住了小美 祈求高僧能够放过他们 他们保证不会伤害其他人 高僧最终答应了小帅和小美的请求 他没有把两人降服 而是把他们一家封印在这个房间里 公寓又恢复了热闹 门口不断有人走动 却没有人打开过这个房间 小美和小帅终于永远在一起了 影片结束 看完电影 小美的心狠狠地酸了一把 虽然结局一家三口还是在一起了 但是永远封印在一间房里 说不出是好还是坏 相信他们忠贞不渝的爱情 一定会引领了两人度过所有难关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是怪小妹 我们下期见